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主帽君 又是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不过真的是因为最近我比较忙啊 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做 比如说打打游戏 睡睡懒觉 逛逛街 看看电视 游个泳 爬个山 不过从今天开始 我的这些事情已经全部忙完了 从今天开始咱们恢复日更 两日一更吧 周更周更 好吧咱们现在开始说正常 我记得以前我做过一期 只锅烧水的视频 最后咱们是成功了 这是我视频里面为数不多成功的实验 像我能不能做成功 说明这个只锅烧水成功的概率 还是非常高的 那么今天我想把这个只锅烧水实验 给它升级一下 咱们来试一下只锅煮饭能不能成功 只锅煮饭的首先我们需要折一个只锅 这可是我的强项啊 直接把它对折 这里再对折 这样对折 对折 少两个边啊 这样对折 对折 还是少两个边啊 算了 直接用现成的只锅不行吗 康师傅打钳 这是一个空的泡面盒子 它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只锅 完全不需要我们大费周章的去折一个只锅出来 那我们今天就用它来煮饭 我打算把这个泡面盒子放在我制作好的一个支架上面 然后我们在底下放一个小的酒精灯 这样就可以加热了 哦不对这是一个蜡烛 如果一个蜡烛不够我们就再加一个 如果两个不够我们就再加一个 三个蜡烛应该够了吧 那为了更快的把这个饭给煮好 咱们直接点燃三个蜡烛 好的已经全部点燃了 咱们来把锅给放上去 我的天呐 这才刚放上去锅底就烧出了黑洞 不会烧着了吧 现在蜡烛在正常的燃烧 然后底下已经被完全的烧黑了 但是并没有水流下来 咱们现在能做的也是用 听到没有 现在里面竟然有这种咕嘟咕嘟的声音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的天呐 好像已经变成粥了 感觉再煮一会就成功了 太牛了吧 突然发现有一点需要我们特别注意 那就是饭煮熟了之后 里面的水分就会被米饭彻底吸收掉 到时候就没有水来吸收这个火焰的热量了 那样的话就有可能烧穿锅底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把握好时间 在它刚好煮熟的那一刻 把这个火给关掉 现在已经冒出米香味来了 听到没有里面这种咯嘱咯嘱的声音 就是一颗一颗的米粒爆发出来的声音 现在距离我们点火过去了差不多30分钟 根据我多年的煮饭经验 我感觉这里面的米饭已经完全熟了 我们现在把它拿开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锅底被烧了三个黑洞 不过只是被染黑了而已都没有破 现在重点来看一下这个米饭 我的天呐 这跟电饭煮出来的没什么区别吧 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锅底差一点就被烧穿了 我估计再烧个两分钟左右 这个锅底就会被烧穿 然后这个米饭 看起来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晶莹剔透颗粒饱满 那么它吃起来究竟怎么样呢 我来尝一口 整体还可以 有个别的米粒 没熟 咱们来一勺老干妈 把老干妈和米饭使劲的搅拌一下 搅拌成米饭完全沾上油就行了 这样吃的话 即使有个别米粒是硬的 也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今天的晚饭就这么愉快的解决了 那么所以今天咱们的直锅煮饭成功 许猫君为数不多的成功实验又增加了一个 nice 好了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你有什么奇思妙想或者有趣好的东西 欢迎推荐给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